马蜜种大德佛学院教育培训活动员起 我们生活中已经很老化了 老化都是老上师啊 老法师啊 年轻的法师 年轻的上师没有几个 要有传承啊 年轻的 有志气的 修行是自己的 其他都是暂时的 征服中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连生活佛在文集中提到 我深深觉得 人们的眼光若放得成员 一定要从事教育工作 身为弟子的我们 历然肩负发展中海教育工作的使命 比辨圆满师君的心愿 马来西亚真佛中密教总会大德佛学院 前称内明协会 成立于1990年代中期 至今已二十余载 莲花西美讲师自2002年 开始获委认为马蜜种 内明协会会长 便积极开展大马 征服中多元化的教育 与培训活动 马蜜种 内明协会 于1999年至2014年 在时任马蜜种总会长 莲花陈主上师 与莲花西美讲师的带领下 即在培训青少年体能 领导 及沟通能力 等综合素质方面 经验丰富的 黄威雄一师的配合下 于全马来西亚各地 单纲主办了无数次的 真佛密法研习班 于真佛生活营 伪全方位落实 真佛教育计划 于2014年 开始接棒 维马蜜种总会长 施联泰上师 于同年12月 正式跃升 内明协会 伟大的佛学院 在施联泰上师的指示下 马蜜种大德佛学院院长 莲花西美讲师 及其团队 积极筹建大马 征服中中央级教育中心 促使马蜜种本燃教育大楼 于2015年10月 顺利落成 启用 深尊联商活活 于2017年12月 立临大马弘法之际 特为本燃教育大楼 主持开幕仪式 马蜜种大德佛学院 秉持着圣尊联生活佛 所宣导的 教育是生命的文明之灯之理念 推广教育之业 致力于提供大马征服中 各级弘法人员 与弟子进修 及终身学习的机会 我们的教育方式包括 一、以真佛密教建立生活方向 二、以教育训练 升职密教信仰 三、以组织活动 培养领导能力 四、以服务社会 提升生命价值 马蜜种大德佛学院 迄今共主办了 六十余长真佛密法研习班 十四届真佛小菩萨生活音 二十五届真佛青少年生活音 三届真佛精英生活音 及佛学培训班等等 此外也设置了数部取材制 连圣活佛如圣燕文集 内容的弘法单元曲 与佛曲MV 开启了大马真佛中派 盈盈红发新机缘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系列充满回忆的珍贵画面吧 大德佛学院培训班 真佛中各级红发人员 佛学培训班 各类型真佛生活音 真佛密法生活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技术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真佛青少年生活音 我们爱 真佛生活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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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一点苦难 在苦难当中他才能够站得起 这样子才有人生的一个价值的存在 我们教育小孩子都希望他们本身能够好好的将来做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这是我们教育方面的实测 所以教育必须要加强 加强什么呢 加强让他们知道苦是什么 所以在教育上面要教小孩子有志向 有志向以后不只是有志向 还要有毅力 要努力向上 真佛精英生活营 培育真佛精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国际生活营 作坦会 作坦会 编辑出版学术刊物 统筹慈善晚宴 统筹慈善晚宴 统筹与佛共参活动 统筹慈善晚宴 设置影音聚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成立大马阳光五共团 成立大马阳光五共团 马密种真佛精英队 于2009年成立 值得关注的是 部分真佛精英 已然接棒成为道场 理事会成员或道场活动的主导者 马密种真佛精英队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表现 莫过于百余味真佛精英 在2017年 慎尊联生活佛佛佛佛佳 大马主持 大幻化妄金刚法流护果 处计赐福 超度护魔大法会之际 全程投入 参与台前幕后的 筹备工作 除了协助布置会场 参与舞台剧演出 呈现舞蹈 维持会场秩序 以陪同莲花西美讲师 进行一些琐碎繁杂的善后工作 过程中任老任远 君梅发出一声怨言 他们对真佛仲派 无私奉献的精神 已然获得了师尊师母的赞赏 在世莲泰上师的指示下 麻密种大德佛学院于2019年开办了2019真佛儿儿童学佛班 在此 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肆虐之际 麻密种大德佛学院从危机中看到了转机 亦然开办系列Zoom在线佛学讲座 同时已成立了麻密种大德佛学院青年团 简称大的青年团 这二十余年来 麻密种大德佛学院在落实真佛中百年数人的宏愿上 可谓充满种种挑战 感恩真佛传承大加持 感激前任麻密种总会长莲花陈主上师 与现任总会长施莲泰上师所给予的充分信任 团队成员及青少年父母亲所给予的高度配合 以及众功德主的长期护持 如今麻密种大德佛学院正着手筹备开办 在线真佛中入门课程 及真佛中在家众弘法人员培训课程 麻密种大德佛学院将致力于在大马发展真佛教育 培训活动 确保中派弟子正确无误地修习 无上珍贵的真佛秘法 确实真佛中永续传承 明珀